每一位的VIP们会获得一盒针 贵宾们排陪阵开心剪彩 驻美大使萧美琴与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 年紧紧 战线好交情 花府龙舟赛20号在波多马克河正式登场 萧美琴与罗森伯格更一同蹲下 亲手为龙舟画龙点睛 还不忘与选手们来张合照 台美文化协会主办的花府龙舟赛 魅入第二十届 驻美处的伙伴们邀请平时往来的 美国与驻美各馆处官员 共组成九队参赛 比赛时互相切磋 也让台美关系更上一层楼 不只台湾文化获得交流 就连台湾美食小美琴也不忘大肆宣传 台湾人们喜欢吃几乎鸡蛋糕 这一天特别的 所以当你有机会 尝试几乎鸡蛋糕 将台湾特有习俗端午节搬到美国 让台美利益关系中更添温暖 人情味 静雄王云天鹏一周采访报道